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这个单元呢我们可以说是来到这个瑜伽教室 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要来一起来练练这个瑜伽 不过当然呢瑜伽呢其实有的很高难度的 但是也有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简单的开始就好 那我们很开心今天节目中呢 邀请到一位瑜伽老师 Christine 哈喽欢迎你欢迎你 好开心呢我们今天呢终于可以做一个比较 让人家觉得说可以健身 但是呢又不会让我觉得这个负担太大的这个运动 练瑜伽最大的好处在哪里 嗯我想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身体的柔软度之外 那当然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身心的一个平衡感 对 然后当然也会帮助我们的知识啊知识变好 但是你觉得瑜伽适合每一个人吗 嗯对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瑜伽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嗯然后我只建议学生就是说你尤其是初学者一定要先打个电话 比如说问studio啊然后看看他们建议你 用什么样子的感觉 对啊然后初学者的话就从初学开始 OK初学开始那我们今天就从初学开始吧 好好不好那么先各位给我们示范一下几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就是说一般初学者即使做这些这些知识节post都不会觉得说太困难 嗯好没问题 好那我们第一个要做什么 好我们第一个做猫跟牛cat and cob 哦猫跟牛 嗯哼 嗯哼 你觉得很可以 OK Cat and cow comes OK 那我就跟着你咯 来吧 嗯 那就先来offord就是手跟膝盖 哦手脚要都在地上 嗯 OK 然后手指开开 对 OK 然后 然后脚要颠起来 脚可以颠起来或是平的 看你觉得哪一个感觉对你的腰比较没有负担 都可以 对 OK 然后我们就先用鼻子呼吸先吸一口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也是鼻子慢慢的吐气 再来一次 然后这次吸气的时候 就让你的尾骨慢慢的往后 然后胸往前 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往前看 那就是cow pose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对这是牛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它让你前方的这个整个筋骨会打开 然后吐气的时候就慢慢慢慢 然后慢慢慢慢的拱起来 像猫一样 然后眼睛可以看着你的肚脐 然后吸气 嗯 that feels good 然后吐气 慢慢慢慢的拱起来 所以就是让你的呼吸慢慢的带着你 所以这个动作可以反复做几次 嗯就看你嗯看你时间有多少 对你可以几分钟 这个动作是主要是对什么 对你的脊椎 对它让你放松你的脊椎 OK好 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我们的勇者 勇者好 然后我们右脚往前挂 然后左脚这个后面 Toe curls under 对 OK 然后就脚绳子 OK 就起来 然后把后面这个脚趾 脚跟差不多朝外大概45度吧 OK好 对 然后就慢慢上来 身体弹上来 这样 对 然后就呼吸 然后尽量用吸气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你整个气会让你整个 你的脊椎打开 嗯很舒服 对 整个都伸展了 然后用这个时候把后后大腿慢慢伸直 哦 然后出去的时候前脚再弯曲一点 对 哦真的有拉开的感觉 然后你可以慢慢的把你的尾骨朝下 尾骨朝下 对 往下 OK往下拉 对 然后你的那个脊椎就会很自然的 会往上伸展 所以这个pose也是对身体 哪一个部分 这主要是大腿的肌肉 OK好 对 我们要换一边 对 然后桌椎往前 OK 然后再右脚就往后 好 所以就换边就好了 很简单 对 OK好 然后看 就是观众的 你的脚差不多要跟你的臀部的宽骨度差不多 OK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那个骨盆是很舒服的 好 对 展开 好 所以一样的嘛 对 就跟刚刚一样这样伸展 然后先吸一口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手再往上 OK 今天这个动作呢 真的让我感觉像勇者一样 全身的这个舒展开来 所以像这个动作就两边都要做嘛 对 好 那非常谢谢 两边才会体恒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 告诉我们这么多这种好的这个讯息啊 这个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说呢 这些动作都是可以很容易可以上手的吧 对 OK 好 非常谢谢老师 那么下次呢 再来到我们节目中 教我们更多关于这个游居家的这个知识 好不好 没问题 谢谢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